作词 李宗盛 作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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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我是你的 他是你的 你说缺一不可 他的冷漠 你的软弱 还我的沉默 你不要我的温柔 不留自己手 也不要我的恳求 做一句都多 牵手和放手 是同意收手 你却什么都不说 只剩我爱过 看过去变成吉日种种 我只能承认自己爱错 做他爱多浓 今天就多伤痛 你不要我的温柔 不留自己手 也不要我的恳求 做一句都多 牵手和放手 是同意收手 你却什么都不说 只剩我爱过 大嫂 其实我妈是因为 见洪出去应酬了 答应她要早点回来的 可是这都这么晚了 连个电话都没有 她是担心的 还有店里那些事 零七八岁的要善后 所以她累坏了 她不是针对你 要管也轮不着她管 也该你管呀 小夕你真该立个规矩了 成天游着她在外边应酬 你在家里干活 这像话嘛 我们夫妻之间 也不计较这些 那她出去应酬 应酬出什么名堂了嘛 你也真实的就这么游着她 一天到晚在外边胡喝呀 一天到晚在外边胡喝呀 喝酒也没什么的 再说了 男人谈正事喝点酒 也显得没那么正经吧 那我们家建民就不这样了 所以呀大嫂 你呀比我幸福多了 小夕别干了上楼去 凭什么天天给她留门啊 不行 万一建宏喝多了 她把钥匙 喝多了就让她睡大门口 不给她点教训 她永远不长记性 我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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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嫂 上去 走吧 我把粥子擦完 走吧 夜一身 还有什么人 让你这样 心真数伤痕 为何零水前 你也会想要留一盏灯 你若不肯说 我就不愿 姐我 姐我上哪儿去了 不得不承认 不行我不等她 说不定姐我已经回家了呢 快了 快回家了 唉的 信 会不能平衡 未 nuc苦 摸着黴花 小夕 坐地上干嘛呀 好好的床不疼 起来吧 我怕 自己家里怕什么呀 我怕黑 我怕黑把灯打开不就醒过来 江湖 不要 你别走 我就是怕天黑 天黑了你还不回来 我心里就开始胡思乱想的 我害怕 我害怕你会出事 我能出什么事啊 你看我现在不是回来了吗 在你身边吗 别怕了啊 可是 我为什么要怕呢 我 我担心什么呢 我总是在害怕 你怕什么你说出来 咱们想办法克服他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怕 老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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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我说 只要咱们俩在一起 这世界上这没有值得怕的东西 可是 可是问题就是 我们俩已经离婚了 谁说的那是假离婚 你看 只要咱们姻缘上还绑着 谁都拆不散咱们俩 相信我 咱们不止这辈子当夫妻 下辈子 下下一辈子咱们都得在一起 明白吗 傻家头 早知道这样 当初不离婚不就没事啊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时间长了有点麻 来来来 这好点吧 嗯 才不舒服挂住我啊 嗯 嗯 雨花你怎么样了 哦 要不是欢欢啊 咱那个厨房全保不住了 啊 那损失了多少呀 怎么也得两三万吧 不过你别担心 我已经自己算过了 至今还周准得开 应该不是什么问题 建民 嗯 我从来都不知道自己这么幸福 你怎么了 啊 那我以后 每天都这么抱着你睡 啊 建宏出去应酬了 小夕刚刚还在楼下给他留忙呢 哎 哎 做生意应酬的面貌 可你从来没让我跟你留到吗 哎 咱们家的生意啊 没有建宏做得大 再说了 和咱们家做生意的 不是杀猪的就是卖酱油的 再不是就是什么开中药铺的 每天早日的早起 这晚上 没时间出去应酬 要真想应酬的话 顶多十点 就回来了 所以我得谢谢爸 给你找了个安分收集的行动 只要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啊 连我爷爷都得信 来 来 以前呀 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一会儿抱怨这个 一会儿抱怨那个 还妄想着 搞什么投资赚大钱 结果捅了那么大的笼子 世人都会犯错误的吗 好在家里头没有一个人怪我 都过去这么长时间了 你怎么还念念不忘 是不是阿姨嘴里又说什么了 她这张嘴呀 一提到钱 就沉沉不烂骨子什么都说 明天我找她说说去 老太太这裹脚不又丑又长 有完没完 你管她干嘛呀 你个大老爷们 还管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啊 怎么是小事了 那我老婆都因为这个失眠了 还小事啊还 你就别管了 我自己能解决 也是啊 要不是我老婆现在预体前安 能让她在家里这么瞎折的吗 不是 跟下礼拜做完手术 咱们身体养好了 咱们再跟她大战三百回合 准让她求揉 你就对我那么有信心呢 那当然了 别人不清楚 我自己老婆我也不知道 誓死不详啊 好 不过这话又说回来了 你给爸找什么养老院 改什么保单手里人 我觉得那都是多此一举 我就图个心里踏实 养老院的事我还没跟爸说呢 你千万别抖嘴啊 行 我知道 都捆成这样喝水吧 先来 来 来 吃 来 看看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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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一点点小意思 你看多亏了你 这个建宏的官司才那么顺你的结束了 阿姨 您干嘛跟我这么客气呢 您又不是不知道我跟建宏的交情 请坐 好好好谢谢 您也坐 说实话呀 以前确实不知道 十年以前我们家除了小娟 谁也不知道你跟建宏是怎么回事 哎呀不过我们也习惯了 跟建宏交代女朋友 后来一知道我们家是卖猪蹄的 都吓跑了 只有小夕我们倒是很认真的认识了 知道也是 建宏常常在我面前 说小夕温柔娴熟是个贤内助 听说她们要卤猪蹄啊 会 真不简单耶 不过要跟人谈判打官司 甚至在职场上穿针引线冲锋陷阵 小夕可能就不如我了吧 那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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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小夕干吗跟你比呀 她现在已经结婚了 是沈家的儿媳妇了 又是一名她妈了 哎呀 我们也不希望她再去成为 女强人啊抛头露面啊 以前他们银行的主管 老要叫她去上班 是我拦着的 你说要结了婚的男人 谁希望自己的老婆 再去当什么女强人啊 女人嘛 结了婚把家里啊 这个老公孩子照顾好了 那才是称职的老婆 对 这要为一男人在事业上 遇到了障碍 老婆可以帮忙 不是更好吗 安琪啊 阿姨有一句话不知道 讲不讲要不要紧 不要紧 请说 那我就说啦 我怎么老觉得你跟小夕 较劲 较劲 有吗 阿姨 是不是因为最近 我跟季红常常走在一块 小夕吃醋了 去跟您告状啊 没没没 没没没 小夕什么都没说 她挺好的 那 您今天来是 我 我来送礼啊 你看 要不然大包小包的 买那么多苹果 阿姨 你有话就直说了吧 别拐弯了 那我就直说了 阿姨问你啊 那个上个礼拜六 晚上 建宏是不是跟你在一起啊 建宏她没有回去啊 回是回去了 就是回来得很晚 我那时候已经睡觉了 不知道她几点回来的 所以 阿姨 您是怀疑建宏跟我 不不不不不不 不是这个意思 上个礼拜六啊 我去参加大学的同学会 一帮子人玩得好晚好晚 建宏没跟我在一起 哦 我这样啊 最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情 老觉得建宏怪怪的 有点不对劲 总而我也是怕建宏 做对不起小夕的事情 安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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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我是在想 你认识我好几个月了 我有给建宏找过麻烦吗 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 阿姨只是想给你们提个醒 哦 这建宏身边要是多了好几个 能够帮她又不惹事的好朋友 您这提醒不就多余了吗 是 是的 是的 阿姨 其实啊 我对建宏好 不等于是对您好吗 对对对 您应该就当多一个女儿 这样不是很好 对对对 我明白 我是应该要避嫌 省得您胡乱操心 可是你要知道哦 建宏现在已经不能没有我了 对对对 我帮建宏介绍了一个大老板 准备帮他东山再起 投资添语 要是这件事我不管的话 哦 我听小夕想起过了 那个是个大老板啊 真正的大老板 而且挺有诚意的 事情你有眉目了吗 阿姨 谈生意 几百万甚至几千万的投资 怎么可能两三天就谈定了呢 人家总得多方考虑吧 千万 千万 有人给我们建宏千万钱 太给力了 阿姨 是投资不是给 人家也得看建宏 要怎么帮他赚钱 才把资金拿出来啊 是是是是是 是是是投资投资 投资也好啊也很给力啊 就是啊 就因为这件事 所以我跟建宏啊 几乎天天黏在一起 天天要开会 应该的应该的应该的 安静你辛苦了啊 您放心我不怕苦 更不求回报 谁叫我跟建宏的交情够深 我是怕到最后羊肉没吃到 却惹得一身骚 没落句谢谢 还让人给误会了 我就冤枉了 我怎么会呢 误会什么 不会不会不会 谁要是误会你 阿姨跟他拼了 太好了太好了 我啰哩啰嗦说那么多 真是不好意思啊 不会不会 今天算阿姨没说过啊 那我就回去了 对你还有事呢 你忙你的 谢谢阿姨 这苹果什么的 吃完了跟阿姨说 阿姨再给你送过呀 阿姨 阿姨 好 那我走了 拜拜 录像小心啊 好 再见 阿姨拜拜 拜拜 来 杭光 慌慌 老板 怎么样 好点没有 压根儿就没事 你看 跟度假一样 对了 我给你买了点苹果 也不知道你爱不爱吃 这么多啊 我一个人怎么能吃得了呢 没事 搁也不会坏 你肚子饿了 你当饭吃呗 今天天儿真不错啊 坐吧 老板 没事 哥 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本来想找个红包给你包着的 这临时一忙也没找着好 给 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我怎么能要您的钱呢 你这 也没多少钱 不行你就寄回家里 给孩子买点吃着用的 那不行 一码归一码 我在家住 都不知道花了您多少钱了 我都不知道还怎么还 怎么能再收您的钱呢 不行 不行 你 你就当慰问金好了 好吧 说句实话 要是没有你 这不要说厨房了 整个店都给烧没了 要真的要 我不就又失业了吗 所以嘛 我要拼老命 把那个活也得扑灭了 你见过哪个服务员 干自己本职工作 做自己该做的活 还要奖金呢 不行 不行 不能拿 不能拿 你就拿着吧 我这心里好瘦点 你拿着 这个钱我真的不能要 你就收下吧 你收下 我心里好瘦点 不行 老板 你不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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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小心点 你没事吧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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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你也是 就这么点钱 你跟我争什么 谁叫谁 来 来 来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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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个狐狸鸡 你干吗一会儿 你不想缠着我老公啊 范范 你没事吧 范范 走开 你不是他有老婆有孩子 你缠他干吗 你找别的男人去 行了 小点声 这是医院啊你 我干吗小点声啊 干脱金毛稿的事 要不是我 你们两个要不要脸呢 行行行 我回家了 我干吗 别拉我 放给你的当手 哭什么哭啊 哭什么哭啊 有什么好哭的呀 这什么呀 你给他钱呀 你是不是每个月 都瞒着我 偷偷给他钱呀 是不是 不管了省点钱 我走那么大老远 去超市买东西啊 你把我省下的钱 都拿去包二奶呀 你要死啊你 事情不是你想像那样 你干什么呀 难怪对我那么好 宠着我 呵护着我 我傻呀 你原来早就背着我包二奶了 是不是 你把我忙在鼓里呀 没有没有 真的没有 那你让我怎么说 你才信呢你 老板娘你误会我 侮辱我都可以 但老板真的没有对不起你 你给我闭嘴 你干吗 你干吗你 滚开 你 你疯 我 允草你 你 你疯了吧你啊 疯了吧你 我 我告诉你 我对你好的 不是因为愧疚你 那是因为我 是因为你活你活 他贱呢 你花心 你们两个家伙错一段了 我告诉你啊 你破坏我家庭幸福是吧 我这次跟你没完 允草 允草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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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千万 一千万呢 这钱要是堆起来的话 起码有这么高 不对 起码这么高 这么高 哎呀 阿姨 不对 基本 阿姨 行了 哎呀 你说这刘安琪 多有本事 给力呀 什么事情到她手里 都迎刃而解 我还把她建红 也要跟她在一起 阿姨 小夕她也帮了建红 不少忙呀 要不是得在家看孩子 哪轮得到刘安琪呀 不一样不一样 他们两个各有所长 各有优点 不一样 玉芳 你能不能听我解释 老师 放声 玉芳 石建民 我算是看透你了 天哪小男人 没一个好东西 我那是给了慰问金 她不是受伤了吗 你怎么不会 问一下我呀 我被伤她了 心都快跳不动了 怎么了 怎么了 怎么回事啊 爸 玉芳 谁又欺负你了 把鬼气收出来 你老爸给你出气 爸 我没有 大嫂 欢欢她都是因为 救火兽的伤 给她点补偿也没什么吧 怎么被你说成这样呢 你知道什么呀 他们俩在医院 都抱在一起了 什么 沈建民 你把医院当酒店了呢 你搞外语迷目张胆啊 叔叔 这里边有误会 我哥他根本就不可能 这下好喽 沈家的男人 一个一个轮着来 不是我爱管闲事 我跟他嘴笨不会说话 你怎么就不帮我说说话呀 我见到沈家这么多年了 当牛做马这么长时间 你居然帮着他和外边 那个小三说话 是不是 是不是你们早就知道了 就我一个人不知道啊 要不是我今天在医院看见了 你准备买我多久啊 你准备买我多久啊 你在外面包二奶 御方 你包什么二奶啊 你想想你太丰富了吧 你 现在跟他说什么都没用 他听不进去 御方 别哭 别哭 沈建民 你 你不是 御方 其实我的想法很简单 那现在欢欢躺在医院里 都是因为旧火烧的呀 那给点钱 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吗 那 这是 我明白了 你是要咬他一辈子 御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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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建民 你是个混蛋 你就不能说两句好话了啊 你别瞎傻了 我狗 你烦的了 沈建民 我今天我多是你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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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江叔 江叔 你松手 你闪 你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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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没事没事 我真的 烧得不烧 江叔 我哥他跟欢欢真的没什么 他们俩了不起就是兄妹之心 我真的没必要骗你呢 反正你们 你们沈家是一个鼻孔出情 我们家裕凤在你们这儿 他就是个屁啊 要不要送医院去啊 要不要送医院去啊 裕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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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送医院去啊 爸 爸 你告诉我 我到底哪儿做得不好 我那点儿追不起他了 他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裕凤 别难过啊 你放心 沈建明 这个沈建明是什么东西 你放心好了 老白一定给你出这口气 我让沈建明 我让他跪在你面前 跟你道歉 跟你认错 爸 我好累啊 那 你靠着手休息一会儿 靠着手休息一会儿 雨风啊 你怎么这么傻呀 雨风 快来人哪 快来人哪 沈建明 雨风 雨风 雨风吃了一瓶子药 雨风 雨风 父女愿了该去 你快上医院 雨风 你说句话嘛 你不要吓唬爸爸好不好 你心里是怎么想的 你想干什么 你说呀 你跟爸爸说 爸爸帮你解决 雨风 你 你说一句话 沈建明 你看看雨风 我一个好好的女儿 叫你折腾成这个样子 她跟了你十几年 又哪一点对不起你啊 你不奇怪她可以离婚吗 你干嘛逼着她吃药服毒啊 我告诉你 将她义妃长大了 我看你怎么跟义妃解释 你 凤儿 我 雨风 这个丈夫你到底还要个药 你们都先回去吧 让我一个人静一静 雨风 你听我说 我 我 你怎么就不相信我呢 我跟欢欢真的什么都没有 那我帮欢欢真的只是想 减轻我心里的内疚感和罪恶感 那你说人家一个好好的姑娘 让我给烧成那样了 这万一 你说 你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吧 我不会再做傻事了 可是我 我是真的累了 也许这次 因祸得福 逼得我不得不上医院了 雨风 你别吓唬我 你说的话我怎么听不懂了 你都回去吧 我要睡觉了 好了 好了 爸 向她休息吧 睡下我再说吧 你真是妈呀 你真是妈呀 好 不是你 我应该是你 你真的不听不懂的 我应该是你 我家人都不是我 还没人 你真是哪里 我应该是你 你真是你 我家人都不是我 我家人都不是你 你真是老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开刀不行吗 不是已经说好了吗 我只是把时间往前提了一点 您还真是固执 人命关天啊 站在我的立场 这不是固执 而是坚持 好吧好吧 开就开吧 不过我有一个要求 你说 等手术做完了 不管结果如何 只要我伤口复原了 我就得出院回家 你都病好了 我们还留着你干什么呀 站在病房也没有什么意思啊 医务好了 我也得回去 我不能一直在这儿 我还有个三岁的女儿 等着我回家照顾呢 你放心吧 乳癌不是绝症 小心一点啊 嗯 看到了没 看到了 这灯管到底坏多久了呀 黑灯瞎火的你也真能忍啊 我管他坏多久 我每次下班回来累得半死 谁得早倒头就睡 亮不亮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这要是在我家呀 我妈肯定会问了 这乌七抹黑的心情能好得起来了 行不行啊 哎呀OK了 谢谢你 客气 你手上带着什么啊 跟个姑娘似的 你不怕不好意思啊 我妈给我的 说是能保平的 还有什么 需要我这个水电工服务的呀 暂时没有 不过呢 以后我如果家里水管漏水啊 毛桶不通 我就打给你 你不准不接我电话 那你得付费啊 天下哪有那么便宜的事 我这手机都快成二十四小时 水电维修热线了 你好意思跟我收钱啊 你专用的牙膏 牙刷 杯子 毛巾 还有拖鞋 我都买了哦 我原本只是想买一双拖鞋的 不过后来我想想 刚才全买了吧 省了以后要用找不到 来 你试试看 来 试试 不过就一双拖鞋 需要这么大反应吗 刘文杰 我以为 我跟你把话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我当然清楚 我很清楚你心里头 只有小夕一个女人 你会到我家替我坐这儿坐那儿 是因为手上握了一个大老板 你怕得罪我断了这条线 也失去你东山再起的机会 你真的觉得我这么卑鄙吗 其实我看得挺开的 事业上的事 能好那是运气好 要是好不了那是我的命 没法强求 我只希望你记着一件事 我是认定小夕是我老婆没错 可你在我的生命当中 也站了挺重的位置 挺重的 怎么没有 喂 姐夫 你怎么搞的 你放 我现在就在公司门口 到底怎么回事 你必须说清楚 我找你谈事 你叫我三姐干吗 给自己找胡春福啊 先别急着发火 饿了没 干吗呀 我不能来啊 不是三姐 她总拿你当挡箭牌 没有三姐咱俩不能谈事了 你扯哪儿去了呀 公司关门 是有不得已的原因的 这是权宜之计啊 你说 要是天宇不关门 我怎么结束官司 怎么摆脱那群 张着血盆大口 等着生吞活泼的饿狼啊 刘安琪 我小夕 我们仨绞尽脑汁 好不容易想出这个办法来解套 你在社会上混那么多年了 这事你也不至于不懂吧 那你应该告诉我一事啊 咱俩三天两头踢球 我还以为咱俩是兄弟呢 又不是什么丰功伟绩 你干吗告诉我 行了 赶紧吃饭吧 什么东西啊 这样还怎么打算啊 我呀正在谈一个 防老抗氧化健康食品的代理权 说不定啊很快就能拿到手了 真行啊你 没人 没钱 没公司 人干吗把代理权交给你啊 就这么巧 在家靠父母 出门靠朋友 我在美国有个老朋友叫Simon 正好是这家防老抗氧化健康食品 美国总公司的官 人家就愿意把这代理权给我 然后国内呢 有个人帮我亲了个谢 介绍了一个大老板给我 这大老板正好就对这个 营养产品的生意感兴趣 到时候我这美国的合同一签到手 国内的资金一进来 新公司新事业一步到位 闲鱼翻身的我又能在商场上呼风唤雨 那儿了 这是最理想的了 目标是定在那儿了 可是还是有变数 我觉得已经是水到渠成了 成功几率至少九成以上 明白 可是你也不用把话说得太满 你低调一点心里也踏实 小北又不是外人啊 我要不告诉他 他以后知道了 肯定又怪我不拿他当兄弟了 我的意思是想说 其实我 三姐 我知道你都顾虑了 爸妈那边呢 我会捡轻松地说 不让他们担心 不过你啊 得抓紧时间 别夜长弄多 小北 爸妈那边 你能不能再等等 再跟他们说呀 建红这边刚开始 我不想让爸妈操太多心了 就是 行了 我知道了 亲爱的三姐 我谢谢你啊 亲爱的弟弟 话也不说清楚 我这鸡汤都冻了好几个小时 行行行 就你十足 我不过就是告诉你一声 怕我晚上回去晚了 倒找不着我 就瞎喊 不是 街坊邻居不烦哪 有事没事还上公安局报案 发学人启事 什么还炖鸡汤 遇凤就跟我自己闺女一样的 补身子的事 当然得我来张罗了 你懂个啥 不行了 九姨 坐吧 你不用管我 要多休息 少说话 爸 有件事我忘了告诉你了 前两天呀 我去一家养老院看了看 养老院 你去那干啥去 谁住啊 你呀 我 环境挺不错的 等我出院了 带您一块去看看 我这是挺好的 你让我上养老院去 我上那去干嘛去 帮手帮脚的 你就竟会说 要是你真能照顾好自己 上次怎么会胃疼呢 那不是上一回吗 多长时间 偶尔的 偶尔的一次 你就别给我逞能了 你要真会照顾自己的话 怎么会这样呢 爸 你就去吧 别让我成天为你担心好不好 你还是先照顾好自己吧 你吓死我了 胃洗完了 你还得在这儿 再疗养一段时间 我跟你说东 你给我扯西的 九姨 九姨 您也是一个人 要是让您住养老院 您乐不乐意啊 这 这建立在金钱关系上的 关心照顾吧 做得再周到 多少得在诚意上打点折扣 这金窝银窝呀 不如自己的狗窝 别人我不敢讲 我这人吧 除非是躺在床上动不了 否则呀 谁也别想逼我 到那种地方去住 说得不错 说得不错 挺中肯的 九姨 我还以为您会站在我这边呢 对不住啊 玉凤 我这人是想啥说啥 可能你年纪还轻 没法理解我们这些 老头老太太的心情 我能理解 可我爸现在年纪越来越大 就跟个小孩似的 什么都由着她的性子来 九姨 我这不挺好的吗 你好 我不好 九姨 我想拜托您件事 我爸以后就交给您了 我啊 玉 玉芳 这是 你可别吓唬我 咱不能开这样的玩笑啊 你没说她整天在我耳朵 我都受不了啊 你这一说 我惨了 我怎么活呀 那家伙还不得上房子 我跟你说 你想啊 街坊邻居会怎么看 人言可畏我 我替你母亲手刮手 我手到现在 你想我这么大年纪了 你不要委屈我啊 你又有爱啰嗦呀 我是怕你出事跟你一栋楼晦气 也许牵了手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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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送舀 来上海又一起走 所以又游了班的路 没有岁月可回头 所以有了半的路 没有岁月可回头